加拿大介绍系列 金斯顿 曾经是加拿大的首都 位置 加拿大东南部安大略湖畔 人口16.1万 华人约3015人 主要经济 旅游业 机械 造船 化学 制格 木材加工 大学 皇后大学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 圣劳伦斯大学 金斯顿 是加拿大的重要港口城市 位于安大略湖流向圣劳伦斯河的河口 离美国边境只有12公里 自古极为 水上交通要冲 是兵家必争之地 1673年 法国人先在这里建立了要塞 随后在英法战争中被英军占领 1812年 美英家战争中 金斯顿是英军五湖舰队的司令部 战后 英军在此建了一系列城堡和炮台 1841年 金斯顿成了加拿大的首都 不过不到三年 就因为太小 离美国太近等原因 失去了这个地位 接替它的先后市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 直到1857年 漩涡泰华为首都 金斯顿面积不大 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由于气候宜人 设施齐全和医疗便利 这里也是养老的天堂 交通 有去多伦多的定期航班 长途巴士可去多伦多 莫泰华和蒙特利尔 有去多伦多的定期航班